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指出 政府在今年年底将发表香港主要运输基建发展蓝图 就去年公布建议兴建的三铁三路提出优化方案 包括在中铁线设置东北荃湾 东北葵冲和全景围三个中途站 以转成港铁荃湾线 并加推两铁一路新项目 推进北部都汇区东面新市镇发展 一、北环线东沿线将北环线经罗湖南 敏感度等地区伸延至平斜 连接新发展区和不同口岸 第二、新界东北线提供南北走向铁路段 由乡如围途径平斜及皇后山等地区 连接东铁线粉岭站 打通主要发展节点 三、北都公路 新界北新市镇段 将北都公路由粉岭北向东新沿 接驳至沙头角公路交汇处 打通新界北的东西脈絡 李家超同时提到决定在东九龙观塘上坡地区 启德新发展区和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 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 连接三个地区至现有的铁路线 政府会展开规划 签策设计以及其他的筹备工程 于明年为东九龙及启德项目 邀请供应商及营运商 递交二项书 以拷定招标条款等细节 政府又会全力推动新能源交通产业 推展航运绿色能源和可持续航空燃料加注 并在明年上半年制定轻能发展策略 政府会预留5000万元资助的士业 购买可供轮椅上落的电动的士 并会在明年上半年内制定 巴士和的士绿色转型路线图和时间表 并提供配套支持 目标在2027年底之前 投入约700架电动巴士和3000架的士 又会大力推动充电配套扩展 目标在2027年中前 将充电停车位总数提升至约20万个 过程中方充电路扩展 目标在紧档装上 可以由大力推动 所谓的官方的适当 接下来的降组 不需要的